所谓的无穷小笔接 其实啊 我们还有一个无穷大笔接 但是无穷大笔接呢 在这个危机分部的高等数学的教材里呢 没有明确去写这个概念 所有考试呢 一般会考无穷小笔接这种形式 是吧 这个呢 是一种题型啊 我们待会会有通过具体的后面的这个 重要的这么多个例题 习题呢 大家要不断的体会啊 你听好了啊 有大量做题 是不是 大家做题之后的话呢 首先就是要化简 你要学会在每一个题目当中 我如果这个题目没有做好 我是不是化简哪个没做到呢 是不是啊 这个里面哪些环节都做得不好 人家替换错了没有啊 或者说用中置定理的时候 我没有用啊 提公示的时候没有提啊 等等等等 罗毕达法则有没有用错啊 太乐公式展开展开的对不对啊 什么场合下用太乐公式 太乐公式展开到第几项啊 那这些问题呢 都在做题当中不断的来强化啊 不断的来提高自己的接近能力 这个分数大家不要丢啊 不要丢分 你最终上考场有可能会遇到的就是无穷小笔记的题目啊 以这个作为一种题型来研究其中微定式的计算 先把把这样的一个说法跟大家说一说 好我们下面来看第一个啊 就是计为其中微定式的计算 我们在技术班给他讲话 这三个无穷小比无穷小 无穷大比无穷大 无穷大成无穷小 这是第一组 是吧 这是其中的第一组 这个无穷大减无穷大自己一个人自成一组 这个把他要把握住 那他进一步的是不是更加于三倍的来的 明白了吗 所以就是说他是他的什么 首先你得知道他本身是什么 这一点是考研整体里头 有区分度的考题 这是命迪老师出的题啊 我告诉你这个题尚未考过 这是重要题员 把握好他 如果在技术班的时候 我就会跟你说一说 那为什么他等一下找他带头大哥呢 这个证明应该是基础班 大家就会的吧 很简单吧 Limit x在某种区项下 那么为什么α加β会减加β呢 一除以β不就完了吗 他代谢什么呢 0比0行 那么就写成limit x在通常区项下 α比β加上β本比β是不是叫1 对不对 由于α是β的高级无穷小 α比上β的极限是不是得0 0加1是不是点1 0比0行极限是1 说不说明分子分母 是不是等价无穷小 像这种证明啊 应该是基础阶段 大家要会的东西吧 对吧 基础阶段要会 好 这个是我们说到的 这个题讲了一半啊 没有讲完啊 先说到这里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 你读十八讲 就要这样细致啊 大家要一点一点的 因为我每一个前面的说法里头 在后面呢 都配有相应的例题 这个是学强化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法 你这个数学千万不能这个是无缘之水无本之母 换句话说你不能空谈理论 数学一定要讲例子的 你有一个例子 我这个结论可以抓得很牢 你没有例子的话 那我就背下它来又怎样呢 我具体预热起目还是不会做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我后面写的剑什么什么 整个三十六讲都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对应的 这个是要花巨大的功夫的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好 化简先行的第一块里面的一二说到这里 这是等价替换啊 因为这个也属于等价替换 但是这个一呢属于基本替换 这个二呢属于高档次替换 找呆头大哥 也就是说小的加大的是等价于大的 这个等价替换呢 就显得比前面的一呢 要更有区分度了 好 接下来二 恒定变形 恒定变形这里也相当重要 恒定变形 比如第一个提取公益式 提取公益式这种东西呢 往往它是 比如说涉及到是这个指数函数 不是一定啊 但是一般是这样 指数函数 或者密质函数 这个多一些 是吧 指数函数或密质函数多一些 我们后面有这些题目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方说 出现了像这个 1的x乘上cosinx方 减去1的x 像我们在内提1.6里的 像这个3加上 这个2倍的 变形的x的x四方 减去3来自是吗 这都是常见的啊 像这种提取公益式的 我们来看一个吧 我们把这个来处理一下 立体1.6有 后面也有 我们先看一个后面的 这个简单一点 这个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这涉及到是指数函数 后面这个是密质函数 因为这个底下底也是函数 指数也是函数 这是密质函数 上面只是肩膀上是函数 这个叫指数函数 好我们来看看啊 比方说 这个今年考的这种题啊 我们看一个 立体1.16 这个接触也可能很高啊 立体1.16 大家翻到11 2021年 这考的这种类似的 这种问题了 当X趋零时 20年也是这种类似的 这种问题啊 当X趋零时 说这个人与Xn次方 是同界无穷小 则n等 你这个不用犹豫了 1的X 靠上以X方 减去1的X 叫做提取公益式 见到密质函数 或者指数函数做差 我们往往是提取公益式 是吧 那么把1的X提出去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创造出来 这是不是个别 是不是叫减1 能看到意思吧 这块是不是变成了减1 有利于我们待会用什么 前面的整件无形式替换 是吧 这样的话 这块就写成了 1的X cosinX方 在减去X 是不是 当X趋零时啊 大家知道 这个1的X次方的话呢 它是趋向于1的 是吧 这样的话呢 这块就不参与讨论了 因为它趋于1嘛 1乘以任何量 还是那个量 所以这个不管它了 后面这个大家注意 1的X cosinX方 减去X 减1 这个就用上了 我们前面讲的 等价替换了 是吧 我们在课本上 基本上是 1的X次方减1 等价于X 只有X去0 但是基础办 我给它讲的很清楚 我们广义化了 1的X次方减1 等价于小狗 叫这个狗怎么样 趋向0 所以狗可以任意复杂 是不是 大家看这儿 这是不是整个那个小狗 对了吧 它就等价于谁 它就等价于 X cosinX方 减去X了 我们进一步的 就可以解决 因为它去0 我们进一步来处理一下 它就等于什么呢 把X提出来 是cosinX方减1 是不是 有位于前面讲过了 1减去cosinX 等价于1分之1 X的平方 就要X去0 那么大家现在看 这里是cosX方 也就意味着 cosin这里写的方吧 是吧 平方 那么1减去cosX方 是不是等价于1分之1 什么各位 X平方的平方 因为X平方也是去0的 能懂我意思吗 我说你听懂了 所以那么这样的话 这就是1分之1什么 X的四次方 这块是cosX方减1 这是1减cosX方 所以它就等价于 直接写了 是不是负到1分之1 X的 这是四次方 这前面还有X 是不是叫五次方 说明得到的呢 是负1分之1 X的五次方 这个能听懂意思了吧 这就是通过这个答案 就出来了 所以跟它是 从结无凶小 从结嘛 你是五次方 我N就是几 N就是5 答案选D 这就是这个题目的情况 所以的话呢 我们遇到这种问题 要学会 就是见到什么样的形式 立即想到 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个是 这个 就是密函数的 再带回来 我们再带回到 提取公因室 提取公因室这个位置 到讲话 我再说一遍 大家一定要做到具体问题上去 你一定要做到具体问题上去 你通过这种具体的例子 搞它两个 而且是命题导师手里的这种题员里面的好题目 搞两个之后 这个能力迅速提高 是不是 好 下面看立体1.6 我们再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了 立体1.6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题了 刚刚讲过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 是不是 这个东西点击下来3x次方 不管它了 大家看这个 3加上2倍的 tanin的x的x次方 减去3的x次方 一起回答我怎么办 答着好 立即把谁提出来 3的x次方提走它 后面是不是叫减1 大家就很熟悉了 是不是 那么这样3的x次方提出去呢 这变成了 这个1加上3分之2 tanin的x的x次方 是不是 好 当x是趋向于0时 那大家知道 3的x次方也是趋向于1的 我们就不要管它了 这个时候呢 就要看后面这块吧 后面这块的话呢 这个密质函数 大家知道 u的v次方 100又写成什么 e的v 对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写成了 这个limit 我们来看一下啊 x趋零时 因为前面这块趋1 不管它了啊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位置就写成了 那叫做e的v lau 是吧 e加上3分之2 tanin的x 然后这块再减1 你是不要算这个东西了 那听懂意思吗 好 在x趋零时 同学们告诉我 整个这块看完了啊 当x趋零时啊 当x趋零时 整个这一块 整个这一块 是不是趋零的 对了吧 因为它x趋零嘛 这个tanin来的x也趋零 所以lau1趋零 所以无穷小 成本书小 还是趋零的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在x趋零的时候 你当然这样 不写这个也行哈 那么当x趋零的时候 大家马上会得到 它等价于谁 e的构数方简易 等价于效果 就等价于x乘上lau1 加上3分之2 tanin的x 对不对大家 好 到我们写到这儿的时候呢 看好了啊 那么写到这儿的时候 这个位置 它就继续等价于 lau1加狗 是不是等价于效果啊 这个不用再啰嗦了吧 lau1加x 是等价于x的 只有x趋零 这里把x怎么样 广一化 所以它等价于3分之2倍的tanin的x tanin的x又等价于谁 x 在乘上前面的x是x的什么 平方 对了吧 3分之2x平方 这个呢 是通过提取公斤式啊 然后敞造出来的这样一个有力条件 算出结果 好 我们于是就知道了 后面这个人呢 是3倍的x方等价于 而前面这个人呢 等价于3分之2倍的x方 他们是什么 各位答的好是同价 都是二十四方 但是非等价 因为等价要求 我们还有一个这种东西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积分中制定 我把这块啊 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你们 我相信听完这一段 你的能力一定会有迅速的提高的 积分中制定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这样写的啊 叫做x0到x f那么tdt 我们把它写成 那就是fc乘上x减x0 对不对 有很多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写成 就是常数a到b fx dx 那就写成fc乘上b减a 这里的c呢 是属于ab的开区间 或者ab的b区间 这都是允许的啊 因为考研呢 这两个都挣过了 我们的基础班给他讲过是吧 积分中制定理B区间呢 是用戒指定理证的 开区间呢 是用什么 是用拉高兰中制定理证的 是不是 这个我们都在讲过的了啊 就给大家再重复了 积分中制定理干什么用的呢 它的目的啊 或者作用啊 大家看啊 是不是把一个积分改成一个函数啊 所以对于他来讲啊 第一个 积分中制定理什么时候用 一般来说 如果见到这个抽象的 抽象的a到bfx是dx 我们一般啊 立即推我们用 用一下再说 用积分中制定理 处理一下再说 用一下再说 这个是见到抽象的积分啊 就是b区间含泉是f 你本来也没法算啊 明白什么 这时候呢 大家一般用一下积分中制定理 再说 第二个 它的重要目的啊 往往是为了 往往是 为了 统一形式 统一什么形式呢 往往是为了 把积分改成函数 就是为了把积分 形式改成函数形式 因为一个题目当中 既有积分形式 也有函数形式 为了统一形式 我们往往用积分中制定理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啊 是考验里的一个极为典型的例题 我们看例题 1.13 你会发现啊 我们这些例子 后面例子好多 但是在讲解前面的知识点的时候啊 讲一个对一个 讲一个对一个 很快就把我们问题都把它解决了 好 这个题啊 很漂亮啊 这是一个非常有综合性的问题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请同学看一看啊 有没有发现 这里的x-t可以拆是不是 这里的x-t是否不能拆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简单总结一下前面说的这件事啊 作为变现积分来讲 实际上有三种 我们在基础三讲里给大家讲过 但主要会在强化班啊 在高数十八讲 我们等到一元积分学的时候会详细来说啊 三种吧 一种呢叫做直接求导型 现在先提前简单的把它整理一下啊 直接求导型的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是a到x 这里是ftdt 对吧 ftdt 那么这个呢 待会儿如果对x求导 直接求导 就写成了fx 因为这个毕竟函数里只有积分元素t 可以直接求导 第二种呢 叫做这个拆分求导型 这个什么叫拆分求导型呢 你比如说这种题了 你要涉及到 比如说a到x 然后是0到x 听不清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x减t 乘上ftdt 我们这里的x和t呢 是可以拆分的 可以拆分 你们懂意思吧 那你就把它拆成 你对t积分 x上常数看 你把x提出去了 x0到x 是吧 然后ftdt 再减去0到x 这个t不能提出去了 因为对t积分 所以是tftdt 大家看 你是不是把它已经拆成了凉快 然后这个积分里面 是不是只有t的函数 这个积分里面 是不是只有t的函数 这时候是不是可以求导了 我们待会儿马上就用好 所以这个叫做上拆分 这个上面的东西 待会儿是要拆分的 上面是拆分型的 待会儿要求导 拆分要求导嘛 为什么要求导啊 因为待会儿要用罗比达法则 罗比达法则分子分部不是要求导嘛 第三种呢 叫做换源求导型 换源求导型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就是这种吧 你看 x-t外面有个抽象函数f 他说你只知道f连续 你这个f具体是什么 不知道你这个x-t是拆不出来的 各位怎么办 打得好 打得好 我们就直接换源了吧 所以0到x这里的fx-t dt 我们叫换源令 x-t等于u 大家是不是叫轻车熟路了 什么变量 达得好 t变量 换什么变量 u变量 换源要三换 就写成了f什么 fu是吧 然后dt等于什么 负du 对不对 然后上一线写一下 这个t去0是u去x t去x是u去0 然后把负号给上一线 写成0到xf u u 对不对 写到这一步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背景函数 也是不是只有积分变量u的函数了 可以直接求道 能懂了吧 所以叫做直接求道型 拆分求道型 后运求道型 那么这一个题目里面 就实际到了上拆分 这叫下话语言 看到没有 是不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考题 这种题肯定是大题 肯定是大题的考点了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求理一下这个问题了 你看 我们这个化解方法呀 你要现在再回到这儿 同学们再看这个屏幕 好像出的很简单 几个字而已啊 谈别式 其中为定式 然后用化解 罗贝达 tile的方法 把它解决问题 有时候考成无穷小笔接 这几十个字好像话就说完了 但是这里面的题目是相当丰富的 对不对 很漂亮啊 所以这个化解里头有一种 叫做三种求道型 对于变形基本来讲 这是非常有学问的 直接求道型 拆分求道型和换言求道型 所以利用啊 那么下面我就把这个无关的就擦掉了啊 我们接下来就利用说啊 我们的拆分求道型和换言求道型就得到了表达式 来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按照这个 大家看 你的第一步啊 我这样写哈 大家看得很清楚 通过筛名计道型 我直接写一下啊 固 原式 等于 跟上啊 limit x4 7 0 我来问你来打 分子写的什么 分子是不是超这个 为了你们超一下啊 我就直接复制粘接了啊 因为我刚才刚刚把它 写过来了 对不对 好 我就把它直接呢 放在这上面 可以吧 嗯 就不好放啊 因为这还要再处理一点东西 把这个擦掉啊 擦掉 这是为了大家看清楚啊 我就直接把它 复制粘接过来了啊 好 我这样的话的话呢 这可复制粘接 大家抄一下 x乘上 不是偷俩啊 只是为了原封不动的还原 x乘上0到xfttt 减去0到xtfttt 好 分母是不是换原了 分母换原以后的话呢 各位是不是换成这个了 叫做0到xfudu 好 把它放在这 0到xfudu 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人家旁边还有一个人呢 还有谁 这个底下 这个分子是排个x啊 所以刚才我的换原确道行李 是没有带着这个x的啊 因为你不需要带着它啊 因为x是常数嘛 对吧 你换原的时候它是常数 你不用带着它 好 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这儿是不是写一个带着带着x的啊 带着x的啊 带着x的啊 带着x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目前呢 是不是就按照书上写的 这个在第十页的最上头了 是不是就写成了这一步了 接下来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漏壁的法则 听懂了吧 所以叫做直接求导 或者上面叫拆分求导 拆分完再求导嘛 或者底下的换完原再求导 所以接下来 当你化检完了以后的话呢 化检以后 大家要用罗比达了 好 我们用罗比达来处理它 那就是分子分母一起求导了 第三一个叫泰勒公式 泰勒公式呢 第一条 输人于心 这个在记住三十奖里有啊 我就不再啰嗦了 1的x之方的展开 sine cosin ln1加x的展开 tine的x rg sin rg tine的展开 以及1解x分之1 1加x分之1 1加x的α四方 十大公式 在第五页啊 这个大家有书啊 拿到书以后 或者说你们直接看基础三十奖 这个内容 自己写十公式贴在床头 每天起床头见试 先被一遍展开试 公式要熟记 这些公式一定要熟记 你没有其他办法 反反复复扎扎实实 念念不忘才有回想 对不对 你指望说记一遍就一处而就永远不会忘 怎么可能 人都会遗忘的 所以一定要多记 忘了再记 记了再忘了 千锤百炼就能把它记住了 这个没有什么好啰嗦的 熟记公式 第二条 这个大家要仔细听一听啊 第五页最后啊 二展开原则 那么我们背注这些东西了 那么它到底展开到第几项呢 你比方说 一的X 它有写一 有写X 有写二的阶纯分之X平方 然后三的阶纯分之X三十方 那它到底展开到第几项呢 这个当然不是随心所欲的 我们来看一下展开原则 给大家再总结一下 这个呢 实际上的基础办法 我也有讲过 第一 对于A比B型 也就是A除以B型 他们知道啊 我们如果是出现了A乘B 这是不能用的 你要把它写成A比上B分之一 我们一定要写成 因为A除上C 一定要写成A比B型 这样才能用 这个A比B型呢 涉及到的叫做上下同阶原则 这个很简单了 具体说来 如果分母已知是X的K乘米 则应把分子展开成X的K乘米 如果分子已知是X的K乘米 那么这应该相应的把分母展开到X的K乘米 成为上下同阶原则 你比方说 我们常见的 如果分母上有个X三十方啊 那你分子的三X 因为X不要动嘛 那把三X展开 你要写到 它可以展开到一次方的 也可以展开到五次方的 也可以展开到三十方的 那么到底展开到几次方 打盯着分母写分子 根据上下同阶原则 底下有三次方 你展开一次方不够 展开五次方就过头了 那么大家正好有三次方 能理解我意思吧 这样的话呢 把它三X展开 这样的话呢 结果就算出来了 这是我们说的上下同阶原则 第二个 这个是重点啊 这个A减B型 A减B型很难 如果出现A加B 不能用 大家怎么写 打得好 写成A减去负B 你一定要写A减去一个表达式 这时候才能用 适用于这种 减B型 这适用什么呢 就是密次最低原则 这个呢 讲来 让你讲来是很难的 实际上也不难 具体说来 我们要把AB 分别展开至 系数不相等的 X的最低次命为止 我想这个内容 我们在基础方面 也给他讲过了 简单总结一下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以这当XG0时 所以cosX减去 E的-2分之X方 与A的A倍的XB次方 我也等下不想笑 请求一遍 大家这不就是 典型的什么 A减B型 对不对 根据它的公式 我们的cosX可以展开 我们的E的狗次方 也可以展开 那么它们应该展开到 什么情况呢 我们来写一下 我操作写一下 我们的cosX 展开的第一项 是E的两 那么E的-2 分之X方 大家注意 我们刚才讲了 E的X次方展开 是1加上 这个X 就是E的阶层分之X1次方 加上2的阶层分之X平方 一直写 就是N的阶层分之X次方 那么如果这写成小狗 它的第一项不变 还是E 所以这两项是一样的 不行 继续写 要把它展开 这相当于写成X零次方 展开到这个系数不相等的X的最一次命 现在这两个系数相等的 不可以 继续来 cosX展开第二项是 减去2的阶层分之X平方 减2分之X方 那么1的X次方展开 它第二项是 1的阶层分之X 就是X 那么 于是1的 负2分之X次方展开的 听懂我意思吗 它展开第二项 实际上就是 这的X这些X 这是负2分之X 是不是叫减去2分之X 第二项还是一样的 也就意味着 cos跟 这个A跟B 又展开到了 系数相同的X的 这个次方 所以我们要展开 就他们系数不相等的 X的最一次命 这两个还不行 好继续写 加上 下一项 四个阶层分之1 X的四次方 是这个吧 好 这四次方 大家注意 这个人1的X次方 展开的下一项呢 叫X次方 除以2 X次方 那么这个人的平方 就相当于是 负到2分之X 平方的平方 除以2 听懂意思吗 1的狗次方 写成1加上狗 加上2的阶层分之狗方 那么狗的平方呢 现在是四分之X次方 再除以2 是8分之1X的四次方 诶 系数什么呀 是不是不一样 看懂了吧 我们一起背一下 把A和B 分别展开至 系数不相等的 X的最低次密为止 至于你后面 还有相等不相等 都与我无关 我只找最低次密 能听懂吗 后面就直接写 小X次方 懂了吧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减过来 cx减去1的 负二分之X次方 它就等于 那么1和1月掉 它和它月掉 24分之1减8分之1 变成负12分之1 来到44次方 小5减小5 还是小5 于是我们就知道 这个表达式 跟这个表达式 是啊 真价无穷效 解决问题了 就可以了 所以呢 系数A是负12分之1 这个次数B是4 就解决问题了 这个整个原则 大家也把它把握好它 这是基础知识了 没有问题的 好 最后一个 就是提形了 大家看到第六页的4 无穷效比键 结果说了 这个呢 往往是一个提形 这个提形 那就说 不存在了 在不存在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这样说 大家注意 这就是罗毕达法则 不能这样用 你不能说 一秋早之后 这个不存在 一几天 原是不存在 这个题就完蛋了 整个这个题 零分 一分没有 我们说 罗毕达法则 使用的前提是 零比零行 或无穷比无穷行 且分子分母可导 且结果是要存在的 如果结果求导 不存在 只能说明什么 各位 达到好 罗毕达法则实效 那就意味着 它是不等于它的 对不对 就不能这样去写 于是我们要怎么样 另谋他法 大家这样听懂了没有 我这样说你听懂了 叫另谋他法 于是我们才有了 这个题目的这样的命志 所以你看 原题如果这样出 直接让学生去做 很多同学一求导 结果是不存在 这个时分 白白丢掉了 而命题老师呢 寻寻善诱 引导大家来做这个工作 你看他是怎么出的 说是SX 就这个分子 继承了SX 看到没有 第一万 当N位降整数时 且X大一点N块 小元加一π时 请你证明这个分子 是大一点N小于2倍能加一的 我们就根据 它的这个提示 我们来 往下做 你看看它在引导我们 怎么去做 所以第一个 好 我们把图画一下 曹光纸上 大家看 我们依然这样说 这个 CosA呢 它是这样的 成为0 CosA加绝对值了 它就不往下走 往上来 所以0到π 大家注意了 这块面积加起来 是2 大家知道了 是不是 我们不用啰嗦了 好 再来 然后从这 到这 这个位置呢 是2π 这个面积 是不是又是2 是2倍的2了 对不对 我们一直画下去 画到 我们画到这啊 比方说 我们画到这个位置了 画到哪了呢 这个位置 画到的是Nπ 刚好他说的是Nπ 这时候的话呢 大家就会发现 这是1个2 两个2 是不是到这 是N个2 故 我们说 实际上 大家看得很清楚啊 这个当X 当这里的T吧 当T 在不断增加的时候 实际上 你会发现 这个面积 是不是越来越大 因为它是0到X 不断增加 明白是吧 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 那就是说 S 我们直接写个R SX 这个变上限进方函数了 X取几 这个X取几 所以大家知道 SX取Nπ SNπ 实际上是等于0到Nπ CosT的绝对值DT 对不对 大家 好 我们说 0到Nπ 正好是N倍的2 所以等于2N 对不对 大家 没有问题了 好 而S 那么N加1π N加1π 它等于什么呢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N加1π 是不是到这了 好 那么SN加1倍的π等于什么呢 等于0到N加1倍的π CosT的绝对值DT 对不对 大家 它等于几样 那多了一个2 是不是N加1倍的2 所以2倍的N加1 都能听懂 而它又是增函数 大家看到这显然的增函数 好的 你求个导也可以了 S1PX 这个没有关系 你直接说这也不扣分的 那CBX呢 我们刚才算是 靠上显X的绝对值 这是大于点0的 固 在那增函数 于是 我们可以直接说答了 于是呢 当 我们的X 在大于等于Nπ 小于 N加1π10 我们自然就有 SX 是大于等于N 小于 二倍的 N加1 各位 这个都能看懂吧 没有问题啊 这样的一个简单过程 我们还结合了图示给大家 这个 这个 示意图啊 给大家 华洛庚先生说 数无形是少直觉 形少数是难入微 数星结合百般好 是吧 这个大家得熟悉了 好 那么写到这儿呢 第一问就解决了 当解决完第一问的时候啊 我把它擦掉了啊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 结论留着 我把这个固程擦掉 大家发现有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啊 而且我提示你啊 在考研里面 有这么一个情况啊 自变量的放大缩小 你看出来没有 和你最后的一面量 SX 像是X函数吧 这放大缩小 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局面 也就是SX比上X 一面量比上四面量 那实际上大家看得出来吗 它本身是在哪呢 这个SX是不是大于2N 小于2倍的N加1啊 我前面说了 假比准则不验证等号啊 你现在看这带等号 待会儿呢 我们再说啊 你现在先写个大于小于 这个等号先不决 我问大家 你如果把X放到分母上 相当是X分之一 对不对大家 这里都是大于0的啊 所以如果是X分之一的话 它的放缩 实际上这边是不是应该是N加1倍的凯 能听懂吗 于是这个等号是不是就过去了 而这边是不是就写成了N倍分之一 我说清楚没 这个是中学知识 很简单 有了吧 大家看到命题老师 考研数学命题老师 是不是在寻寻善诱 引导大家做一个什么工作呢 把这个我们刚才原题里面的 SXBX这个棘手的问题 不能用卢比达法则 就是第一章知识解决不了的问题 是不是引导大家进行了放缩 看懂什么了 所以呢 这考研题它这个特色 它有的时候如果一个题目难 大于GX小于HX 它会引导你去做 所以很多时候呢 同学们那些特殊技巧 这个特殊放松法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用不得 除非这个顶尖的题 我跟你说啊 就是除非这什么情况 就是就按着你不想让你考满分 它有时候那个没有提示的 大部分的中等难度题 它是有提示的 引导大家 所以考研题你有感受 它跟竞赛题不同 竞赛题是没有这种提示的 而考研题是有的 它引导大家放缩了 好我们继续看啊 这个放缩提示完之后 这个题目就解决了 怎么解决呢 大家琢磨 我们当X趋正位 看到啊 当X趋正位就是 也就意味着很简单 因为X是什么 是不是小于N加1π大于Nπ的 当X趋正位之后 大家看这个 N加1π是个大于X 所以当X趋正位之后 N是不是必然是趋向于正位之后 我跟大家解释过啊 N是这个自然数 所以它趋无成大 不用写正号啊 就写趋无成大 就意味着正位之后 能听懂吗 于是当X趋正无穷的时候 意味着N趋无穷大 大家一起背 2N比上N加1倍的π 根据找带头大哥 2N是不是比πN 是不是这个极限趋向于π分之二 而这边也是 2倍的N加1是2N吧 底下是不是叫πN 所以趋向在π分之二 大喊一声 哪里跑 被逼近到π分之二 故这个极限值等于π分之二 做完了 大家来感受啊 体会一下 这个 我就 这个题段就说到这里了 虽然有详细的完整答案 但是我这样分析一下给大家看啊 你就会发现 这个数学题的美妙性 确确实实是啊 是能够引人入胜 它是有过程性 循序渐进引导大家 好继续来 我们来看下一个题目 来再巩固一下 立题1.20 请大家打个心啊 这个题是重要题员 尚未考过 而刚才的立题1.19呢 是考过的大题 立题1.20上是没有考过的大题 那么这样的话 我把它放在考试18奖上 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循序渐进的 这样引导 这是个重要题员啊 说是fx等于x减去x区准 其中x区准表示不超过x的最大整数 请你求这个期限 大家请注意啊 这个题目如果看这个表达式 是不是相当于是0到x dt 注意啊ft是什么 是不是叫t减去t取整 看到为什么 在比上谁 x limit x区什么 整数 看明白没 刚才的立题1.19是什么呢 是0到x cos t的绝对值dt 比上x limit x区这种情况 对不对大家 这属于一种类型的问题 为什么属于一种类型的问题呢 它的这个复杂性啊 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或者说背景函数的复杂性吧 和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或者背景函数的复杂性 导致的这个题 还是不能用罗比达法则 那我来看看 这个题为什么不能用罗比达法则呢 那不能用罗比达法则 根据立题1.19的 你做过的这种题 见多失光增长见识了 你该怎么处理呢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首先啊 我们对于图啊 一定要大家会画 刚才呢 我们对于cos t的绝对值得图 还非常熟悉了 那么这个图大家熟悉吗 我们简单理解一下 其实这个东西呢 还是好办的 在基础三讲里啊 我们给大家画过的 这个x很简单啊 你不用画两段吧 0到1 1到2 它是y点x y点x就是x 是不是很简单 如果说这是x了 如果是x取整呢 大家注意啊 x取整要有复号啊 因为它实际上是x加上负x取整 能听懂为什么 对吧 x减取整嘛 你减的话我直接写成负x取整就是了 而x取整呢 我们在基础三讲里啊 或者大家看同学期盘的教材里面 这都是有的 它是指什么呢 不超过x最大整数 你比如在0到1里头 那么我们翻译 0.99取整 反应什么呢 反应0 为什么呢 不超过0.99 不超过0.99的最大整数 左边 左边 看左边 对不对 所以0到1里的所有的数 只要不到1 0到1里所有数 只要不到1 所有的数取整 是不是都是0 故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范围呢 它就是不叫 这实心的 到这儿是空间的 对不对 那么x取整 是这样 那么负x取整 也是这样子 好 再来 那么从 这是0到1 对不对 那么1到2呢 大家注意看 1到2里面 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1到2 大家知道 如果是1到2 那么1.99里面 1.99取整 是1 对不对 不超过1.99的最大整数 是往左退 所以1到2里面 所有的数 出了2 那么 只要取整 都退到1 能听到意思吗 所以1到2里的所有的数 它的函数值都取到几了 都取到1 都取到1 是不是这样的 左边 这个实心 有点空间的 好 那么这样子 如果负的呢 它就跑底下来了 负的 实心 空间的 对不对 那么于是两个 我们就已经看出 它的基本情况了 只要看出两段 就看出基本情况了 所以我们把它合起来 那么这个图就有了 这是什么图呢 那么大家看到了 x 这一段看到了 加上负x确诊 加上这一段 大家看还是这样的 但是呢 这是实心 这是空心 所以它是实心 空心 看到没有 0到1 对了吧 好再来 这段呢 是1到2 那是不是这段 1到2啊 但是呢 这段话呢 在底下了 实际上是负1了 因为它有负化码 负1 所以这个呢 整个把它降一个单位 这实心 这空心 所以实心 空心 你看1到2呢 还是长这个样子 如果大家记得画下去啊 2到3 它就退到这了 什么负2 所以是吧 大家看画出来呢 还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是实心 空心 2到3 我们就看出来 这个函数 在0到正空虫上啊 因为待会还是去正空虫嘛 就长这个样子 我书上有画图啊 书上有画图 实际上呢 在负轴这儿 也是这样的啊 也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不画了 那我考试呢 我们这个题 只用到前面了 实际上大家看得出来啊 它是0到正空虫上的 是不是周期为1的周期函数啊 因为它每段长都一样 0到1长的样子 1到2又长的样子 2到3呢 还长的样子 看懂没大家 你现在有没有想到一件事 那么我们的立体1.99 告诉大家什么 你看 立体1.99 它那个cosx的矩对值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 这是一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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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懂意思吗 也是周期函数 那么这个周期函数的 一个面积呢 是2 这个周期函数的面积呢 到这儿啊 是2 从这儿到这儿呢 是2 能听懂意思吗 而这个周期呢 这是1 你看 这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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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处为三角形吧 这是1分之1吧 这是1分之1 这是1分之1 它们的面积分别都是2分之1 能听懂意思吧 一直就无穷 一直取下去 看懂了吗 这个图给我记住啊 这个图给我记在心中 这是未来的 具有未来性的考题 面积老师出过这个题 还没考呢 能听懂意思吧 嗯 好 这个是有针对性的啊 我没有必要让你去考场上 临时去画这个图 我们是在呼吸过程当中 把这个图就把它画好了 好 现在呢 我们把分析呢 分析完以后呢 现在我们来 把这个图给它留下来 同学们来分析一下看哈 分析一下看 我把这张图留在这 我把这个图留在这 好 大家来看 我来问你来打第一件事 分析 第一件事 请同学们回答我 这个函数可导吗 好 根据基础班讲的知识 0到X T减T取整DT 请大家注意啊 由于这有跳距见的点 大家看是不是跳距见的点 看出了没有 它有无数个跳距见的点 所以 实际上这个函数 是有无数个什么 不可导点的 很好 故这个函数根本就不可导 它用卢比达法则的 这个前提没有了 它是无穷大比无穷大 没有问题 因为都是二分之一个念 然后呢 最终累加出无穷比无穷 但是 它有一条不满足 什么呢 分析是不可导的 不可导不可以用卢比达法则 对不对 你分子分子是要求导的 它不可导 怎么用卢比达法则 这个时候就不满足了 能听懂我意思吗 于是 卢比达又怎么样 失效了 但是 根据立体1.19的 循循善用的提示 同学们自己都能写出来 接下来 要做的事情了 对不对 大家 非常好 我们直接来说了 当什么 当你的X 大家注意了啊 你现在自己有这个发挥啊 这是很简单啊 或者说 能够做到的事情了 当我们发挥到哪 这是X是吧 这是3 那么它将发挥在这 每一个位置 比如说到哪了 各位 到N 对不对 是不是到N就可以了 我们书上就给大家写 书上又写了 那么 当我的X 大于等于N 这种意义什么样 小于N加1 是不是 再来 十些空气 再来个N加1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那么它每一块的面积 都是1分之1吧 所以到N这块呢 是 我们的SX 就是0到X FTTT 是大于等于谁 是不是大于等于2分之N 所有的都有 是不是大于等于2分之N 能看懂吗 而小于谁呢 我没有完全双起啊 我就给大家 这个分析清楚就行了 那么小于谁呢 N加1的时候呢 再多个2分之1 是不是叫做2分之N加1 对了吧 你有了这个工作的话 你做完了 为什么做完了呢 于是我的0到X FTTT 你不用卢比达 它做不了卢比达法则的 除以X 但是呢 它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放松 它自己的放松呢 是2分之N 看到没有 这边是2分之N加1 对不对 大家 但是这个X放分无常 相当于是倒数X分之1 那么这边要放谁呢 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对了 我们这边放的呢 这个2不要动啊 把这个是把N加1放在这边 而这况呢 应该是N对不对 出来了 故当N区无穷大时 因为当X区正无穷时 N区无穷大 不用我解释了吧 很简单 当X区正无穷时 正无穷 N加1是大于X的 所以X区正无穷是N区正无穷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 N区正无穷 这个不用啰嗦 1分之1极限 这个不用啰嗦 1分之1的极限 大喊一声 哪里跑 被逼近到1分之1 故这个极限 等于2分之1 就不写了啊 这个答案 就做到这里 如果这个题目 当做2022年的一道考题 完全可以的 那就相当于是时隔20年又考一次 我给你再说一遍啊 2020年大体就是时隔20年再考一次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例题1.20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抽象型 如果给出抽象函数去极限 我们可以考虑用单调节准则 也就是说 如果X区正无穷时 FX单调增加 且FX有上届 则X区正无穷时 FX极限存在 那么如果FX单调减少 且有下届 则极限存在 我们来看这个重要的例题 例题1.20 也就是它不是至少一个 它是两个 两个都入届 所以我们在基础三句讲理 大家仔细去看 我实际上在那里写的是 Limit X趋向于X0FX 这样感应无穷大的 也就是X区X0 你不管它是X0正还是X0负 它都是无穷的 两端都是无穷的 我们称起为叫做无穷间断点 在考研的三十多年以来 除了一个例题 除了一个试题 所有题目都符合两端都是无穷大的 而在这个近二十年的考研里头 都是符合 这个两端都是无穷大的 所以我认为大家记住这个就够了 就是两端都是无穷大 它叫无穷间断点 但是在1998年 就是在以前的这个考研当中 出现过这样的 比如说这是X0点 它这个位置是无穷 左极线区无穷大 右极线它是趋向于这个点 这一点是有定义的 就是右极线感应函数值 这个大家注意 是不是就符合至少有一个不存在无穷大 因为是这一端的是无穷大 是不是 这一端的话不是无穷大 但是这个点也称之为叫做无穷间断点 只考过一次 这一点就相当于 因为很多同学都在问这个问题 我这给大家就详细的说明了 那么在考验考场上 你记住了 这张图跟这张图都叫什么 对都叫无穷间断点 就可以了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说 考试还是考这张图 这个在三十多年考验里只出现过一次 第二 如果要至少一个不存在且震荡 我们称这一点叫震荡间断点 这个震荡这个词呢 那自然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问题了 跟大家解释过这个问题 大家注意这个震荡的震呢 大家用这个字啊 你不要写成这个震 这是地震的震 这个震荡的震呢 这个是有往复运动的这样一个概念 是不是啊 这个地震的话呢 它不是 它这个是有横波重波啊 是吧 它是这个各个方向的切 是吧 它这个不是往复震荡 这个地震 这个地震不是往复震荡 这个震 我们不用这个震 我们用的这个震呢 有往复震荡的含义 好 震荡第三点呢 这个很简单的事情 那就说 如果这一点 是x0点 是吧 那么这边呢 是这样过来 这边这样过来 好 统计期盘举例 就这样画的 对不对 比如说3x分之一 在x趋零时 那3无穷大 就是震荡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 这一点 左右两侧都震荡呢 叫震荡阶段点 这个从无例外 在考验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例外 但是在有些 在参数的时候的话呢 那你比如说 那你要理解 这样一个点 比如这是x0点 因为这边呢 是这样震荡 震荡 这边呢 是这样的值 比如就是个0 就是这边的x0 左边就是0 那么这个呢 我们也称的比较震荡阶段点 因为是符合 至少有一个 不称的一些震荡 对不对 这样说呢 大家要明白 其实啊 在国际上 有一些流行的 这个数学的专业教材里面 比如说 菲赫金戈尔茨的 这个维基分教程 这个大家是很难看得懂的 这个它是所谓专注 像这种数里面 它对这种定义呢 它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 这一点的左极限值 等于函数值 它叫这个x0点 左侧连续 右侧震荡阶段 它就分左右两侧来念 那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 我们在这个基础三次讲里面 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 这个就可以了 大家理解了 这个也是震荡 这个也是震荡 那几乎还是考这个 好吧 好 其中三次属于第二类间断点 这个用语也非常的准确 组成第一类 那么第一类里只有两个成员 就是跳跃跟可去 而属于第二类 那就意味着三次 属于第二类 就意味着第二类间断点里 不只有无穷这个阶段点和震荡阶段点 还有其他 是吧 你比如说我简单随便说一个 那还有什么呢 有同学选拨跟距离 你比如说x0 这边是无穷大 这边是震荡 那你说这叫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个叫x0点 左侧无穷间断 右侧震荡间断 它并不属于我们这里描述的 那这个就是复杂了 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我们就不考虑了 像这样东西都不会考的 就是不会考的 好了 在这个考研里头的话呢 就这么些 把基本理论讲完了 我们主要还是怎么样 大家主要还是做题 我们通过实际的题目呢 来给大家讲讲 这个这部分的题目 怎么拿分 基本上在考研里 大家看这些年啊 基本上这个里面 得有个五分题 因为现在已经改成五分 一个小题了 基本上有个五分题 这个几乎是必考的 那么从你们想想看 如果是命题老师 他要出题了 那你觉得他在这个考点上 比如这五分 他给你 他考什么 你能想想想想想想想看吗 他无非就是研究这个式子 是不是大家 要么是他 要么是这个式子成立 要么就是他的对立事件 对立事件里面 我们取了四种情况 分为挑跃间断点 可追间断点 无准间断点 和正断间断点 对不对 那么基于这个式子出发的 所以实际上这五分啊 大家注意 是不是考极限计算的 所以第一个考的 一定是极限的计算 对不对 第二 你要注意他考什么 他考的是FX的什么 复杂性 对不对 FX的复杂性 就是让你算一个复杂表达式的极限 然后你就往这个定义套 他成立就连续 他不成立就间断 然后进一步判断间断内心 对不对 大家 这是考题 你比方说 我们看第一个例子 你一看我的意思 你就明白了 你看 分析 根据我们前面讲的 凡是讨论在一点处 是连续还是间断 我们只看这一点是 无定一点 还是分段函数的分段 谢谢 谢谢 我 我 華盛 私 我看它的 不是 我 看 我 我 那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